hello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今天呢又是巴拉巴拉小课堂了 今天是星期二 因为最近呢 学生下载邮签证啊什么的比较忙 然后呢 该准备的内容呢 反正没准备 今天呢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 为什么选择去日本留学 性价比怎么样 当然呢专业的数据呢我是没找的 就大体的看了一下 然后开始给你们讲相声 你们不是一直比较喜欢听相声版吗 那就来了 我们先首先说一下 这个日本留学的条件 一般情况下的话呢 就是读原校 20万资款证明 然后父母收入的话 年薪在10万左右 这个样子就可以 其他的话就是你像你学历啊什么的 都差不多的高中毕业 大学毕业这个样子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要求 也没有说要求什么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要多少钱 这种的 也没有这样的 类似于这样的要求 总体而言的话 日本留学的话属于台阶比较低的吧 比较好入门的一个留学方式 现在的话 为什么选择大家都选择去日本留学呢 原因是我们从小就看一些动漫呀 小漫画呀 打七杂八都会接触到一些日本文化呀 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会接触到的 包括你用的日用品里面 你谁敢说 现在大家身边用的东西 没有一点不是来自日本的 或者是从比着日本做的吗 好像不是很可能 对不对 所以说 大家所以选择去日本的 会现在增加了很多很多 前两年的话我们去日本留学 还会担心 哎呀 会不会这个学校回来以后 教育部不承认呢 这个毕业证有没有用啊 现在呢 基本上大家都不会考虑的 都是 哎呀 我能不能考进一个好学校 我怎么能考进一个好学校 我怎么能考进日本的985211 那我们那时候都是 哎 我怎么能拿个毕业证 我要考A1 我要考N2 哎 有学生 有个日语150个小时 学生我们就够了 学生万一啊 就是 就一开始我们要求很低 因为现在 大家普及日本留学了 然后有人去研究它了 所以说 升学辅导各方面的条件都跟上了 所以说 现在去日本的越来越多了 据教育局统计啊 现在认可的日本的这个毕业证 这个认可度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国公立的话是76所 然后国立76所 公立的话大概是86所 私立的话 应该是554所左右 一个这样的数字 这样你加码加码加起来 大概有600来所学校 600来所学校是大概什么概念的 好像和国内也差不了多少了 反正能保证人人有学 上吧 你只要是之前有学生认为我 阿波老师我去了日本之后 我学习不好 我很笨 我很蠢 然后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会不会就会弄回来了 只要你想好 就是你只要想上大学 你只要保证你的出勤率的前提之下 学校那边也会有推荐合作的大学的 但是呢 那肯定不会是很好的 是吧 这里就不举例说明哪几个了 对不对 那要比较扎心 那我们就不提了 然后呢 反正是都特别厉害的大学 基本上这种的也都有 那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性价比 你看人家去什么美国欧洲 英国这种世界排名前几的这种很多成灾的这种国家留学的话 费用很高 消费很高 那为什么说说这个事情呢 我们日本就很便宜啊 不是我们日本 我们去过日本就觉得日本很便宜啊 为什么 你看像我们小花老师 去日本不光是上学的 还能打工 打工也就完了 还能挣钱 挣钱也就算了 挣钱自己花完了以后还能往家里寄钱 这就 我就觉得很厉害 你像我这种的去了以后 哎呀 就是给日本政府送钱去了 但是其实讲道理啊 算下来的话还蛮便宜的 大概一年正常花销的话 一年十一二万吧 吃喝拉撒就都够了 然后如果你打打工的话 你自己这个收费没问题的 家里的话 光帮你交一个学费嘛 私立的话 大概你只要不读什么艺术啊 不读什么医学啊 那种的 那种都有钱人读的 咱们就是正常老百姓的话 读过什么文科 读过什么理科 对吧 这种的话大概 私立的话也六万多块钱 去费 然后国公利的话 第一年可能高一点 去出来的话 第一年可能四万左右 如果你拿了讲人生 讲人金什么了 大概两三万 你都不用家里补贴 家里补贴你的钱的话 纯粹是给你补贴的生活费 可能觉得你考虑国公利了 然后压力很大 什么学压力很大 那都是假的 其实压力大不大 你自己心里都知道 然后再说一说 这个日本留学 为什么比较推荐呢 因为现在在亚洲来说 日本留学的话 这个认可度还比较高的 虽然就是有些杠精 整天会说 日本怎么样 日本怎么样 但在亚洲来说 日本还确实蛮好的 第一 它首先的安全 这个安全 这个毋庸置疑的 据这个统计 不是说被评为 日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吗 你看在日本 我们从来没见 从从来没看过 这个新闻 把日本人打中国人 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 中国人在某某某 超排店把日本人打了 多安全 这 真的是 这 学有所用 去日本你就学有所用了 真的是 就把那一套全搬过去 对吧 这也不多题了 反正是我觉得挺安全的 因为这举个 就是真实点的例子 那个上面的都是瞎扯的 举个真实点的例子 我在日本读了 大概是四年多大学 我每一次 出门 就上学出门去学校 从家里去学校 从家里去公司 然后出去玩什么的 就是当天反过当 反的 我都不锁门的 就是带上就走 你像我在中国人 多的地方住过 迟带 在中国人少的地方 也住过 你像我现在 之前住了阿亚塞 还有包括 那个西川口那边 我都住过的 像这个地方 你们说 中国人多的地方 就乱怎么样的 我招样不带门 就关上走了 一个留学生 家里有什么可偷的 这家里日本 真的没有小偷的 因为这个 怎么说呢 日本它确实 可能会有小偷 但是呢 日本人当小偷的 比较少 这样说能明白了吧 所以说 日本还是蛮安全的 只要你出门啊 你别就是 把手机什么 落在桌子上 让人家拿走 那是你活该 对不对 但是你只要放在口袋里 是没人会去拿了 我一讲说的毛病 就是回国 穿个短裤 口袋的话就在这儿 然后钱包的话就穿进去 在后边 在日本满大街都是这个 你要是练成了那个手艺 我跟你讲 这上日本都发家致富了 真的是 之前不在还在飞机上抓了一个吗 什么从泰国 还是从菲利宾 飞日本的 然后上去一个人 坐在头栋舱 把人家带着的现金一顿头 所以说其实在国外的话 防备心理不用这么大 反而是回国了 或怎么样的 防备心理增强的点 可能会比较好 虽然说这些话 可能会被喷 但是是事实 对不对 咱不能是编造一些东西 咱用事实说话 还有的话 就是这两年 日本那边 怎么说呢 人民也好 还是各方面也好 还是比较清华的 然后中国人去的也多 日本人也喜欢他去 因为日本人这两年 经济不行了 只能依靠中国爸爸来维持 那怎么办呢 就是宣传 我们这个饭店好 中国人来 然后打折 买大家都能用支出宝 欢迎你们来购物 对不对 中国产拿马桶片 放在我们再卖给你们 你们就得排队买 反正七七八八的 这两年来说的话 总体而言 我觉得去日本的性价比 还是蛮高的 主要是算在来 花不了多少钱 你前期给你花算有多少钱 如果你去欧美国家 前期你得找这种中学公司 什么了吧 给你做个什么文案 然后给你联系个学校 那个好的还不一定的申请得上 对不对 那边的话是考完 那个托福托业雅思的 就直接给你申请了 像这样 中学费送你个三四万 那是不是属于少的呀 你像日本留学的话 你去读原学学校 像我们这边 给你中间费 对不对 中间费不要钱 然后呢 去了学校 学校 日本的学习 语言学校呢 大概是也就是四五万 一年 然后有的呢 可以半年 你可能半年就升学了 对那些语言 好了 语言不好了 你去年纪就开始学了 最多也有一年嘛 就很正常 一个一个跳板 因为这是个日本留学机制的问题 你想 这花个三四万 你要去美国 什么欧美国家 读过预科班 那可就不够了 和大学差不多钱 八九万 十来万 对不对 然后这是一个 然后上大学 大学的话 刚才也说过 大学学费四五万 然后国公里的 然后那什么 私立的话六七万 差不多这个价格 然后美国的话 美国欧美那边的话 像包括奥地利什么的 学费大概就十几万了 这差距 差距又出来了 你这样加起来的话 这才花了不到十万块钱 然后你再加上生活费的话 这最多也就二十万 这已经是原学校一年 再加你大学一年的了 这你完全不打工 想想想 就这么说 你一点工不打 从你留学到大学毕业回来 最多就四十万 四五十万 这个样子 这是你一分钱 就是不挣 全都要家里要 那你像我们小花老师 这种打工的 还有像我这种的 基本上多少钱呢 就是一年家里 给补贴个五万块钱 那四年的话 就贴二十万 你就回来了 你像在欧美国家的话 二十万只购物交两年学费的 这就是所谓的性价比 他肯定会有人说 那边的教育质量肯定高 肯定好 怎么样的 这个我承认 它是好 但是我没钱呀 对不对 主要问题是贫穷 怎么能解决这个办法呢 只有报复 你有没有什么报复的办法 你可以告诉我 我现在还是比较想去 欧美国家再去读个书的 对不对 但是我缺少资助人 对不对 你们这些杠精 有空的时候 可以帮我攒点钱 资助我一下 让我也去看看美丽的 其他国家 对不对 这也是蛮好的 就是我不否认 那些欧美国家 这个教育质量 其实比日本高 但是呢 它确实贵 对不对 咱们就凭良心讲 现在还没有赋予到那种地步 还是正常人多一点 这个世界上 对不对 好了 这期的节目呢 就讲到这里了 这是 今天呢 就是这两天 我们小学老师啊 还有文大老师什么的 会给大家做这个行签指导 还有这个签证下来之后 还有烂七八糟 其他的一些问题 普及啊什么的 都会在直播里在讲 具体的呢 你可以关注我 然后看我们下面的公告 好了 这次节目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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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